加拿大华人社团联系会向北美市门医院捐赠5000加元,支持医院的扩建升级,帮助医院更好地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加拿大华人社团联系会在新冠疫情期间举办的爱知奉献云端春节联欢晚会,共筹得了25000加元的善款。 加拿大华人社团联系会执行副主席曹卫宏表示,华人社团联系会将把这笔善款分别捐赠给北温师门医院基金会,本大笔医院基金会,家人之地儿童临终关怀医院,以及需要帮助的组织奉献爱心服务社区。 北温师门医院基金会副主席Lewis Campbell接收了捐款,并向加拿大华人社团联系会表达了感谢。 他同时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积极支持师门医院的扩建升级项目,帮助医院完善医疗服务。 再见 丰fern卫视苏惠文 一鸣江 温哥华报道